阿威要不要跳 阿威要不要跳 教練就一直有在說服我 我其實還是挺搖擺的吧 因為我就覺得危機起飛之後 到達了雲層的上方 陽光特別充足 天特別藍 雲也很白 然後就好像就飄在這些雲上面 等於說好像是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去感受這一片天空 大男跳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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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好 大男跳了 大男跳了 好 我本身就是也是一個比較浪漫的人 我覺得那個光灑到我身上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做這件事情 然後 當時也想到了我外婆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人總會覺得說好像 過世了之後 她會去到更高的地方 就是比如說天上 然後我那一刻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 我跳下去我想像我在飛的時候 我就可以離我外婆近一點 所以我當時其實是有這樣的一個念頭 閃過 我們跳吧 你看看我們的鏡頭 我們準備要跳了 我們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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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看你們跳 不要 不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人在地面上的时候 很难达到在空中 被风的阻力拥抱的感觉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就心里就有默默 我外婆说我想对她说的话 就是我很想你啊 就希望就是我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之后 就是我这一跳 我能拥有更多的你的鼓励和 就是面对难题的勇气 这是被散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